好下一个故事啊 就中金公司93年小老公 被这个新婚老婆晒收入证明的事 那个真的是新鲜热辣啊 今天下午出来的 对吧 就是7月中午吧 今天7月29号中午爆出来的 事情呢 是7月29号啊 有一个女的啊 她就说我新婚燕耳啊 这个要晒一下我老公的这个收入证明啊 这个一般呢 这个收入证明有两种东西 一种叫公司单啊 一种叫收入证明 收入证明是中金公司专门盖了张的啊 一般可能是你贷款买房啊 或者什么批贷款的时候会有这种东西 然后呢 她就整了这么个东西 说啊 我们要晒一下收入证明 然后晒在哪呢 晒在小红书上了 往小红书上一贴 说我们要晒一下我们的收入证明 收入是多少呢 月收入是82500元啊 这个他是93年的老公 说这样是不是啊 这个这个他还写了啊 说这个93年老公的收入啊 所以算是这个婚后财产吗 他写了这么个话啊 写了这么个话 这个就有人去提醒他 对吧 有人挺善意的提醒他 说你不知道你老公公司禁止对外透露公司水平吗 有人去提醒他了 一个广东的人啊 提醒他 然后呢 这个啊 这个人呢 是这个就是北京的啊 就是出事的人是北京的 就上人说 他说啊 好像上市公司会在年报里头披露员工的薪资情况哦 他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啊 他说大家都披露 对吧 然后人家就说说 那个是人均薪酬和个人薪酬是两码事 他说我只是友情提示你一下 广东的这个人又提示他一下 然后呢 这个这个人呢 就又回去回复了 他说他的水平 薪资水平啊 还没有达到人均呢 对吧 这个就属于叫招人恨了吧 他叫招人恨了 他呢 就属于是什么呢 他认为他身边的人跟他都同一个层次 啊 跟他的层次都一模一样 对吧 身边的人可能都正 因为中金确实是年薪百万往上的这种 就是他的晒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年薪百万 啊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 就是整个中金集团的啊 年薪就是这个平均数就是一百万往上啊 或者一百几十万 所以他老公挣这个八万多的月薪呢 真的不算多啊 真的不算多 但是问题在那九三年的你怎么进去的 对吧 就是这个你经得起茶吗 这事啊 你如果经不起茶你就别说 对吧 一般人叫啊 吃肉不要巴唧嘴 对吧 人家都是饭都吃不上 你在这吃肉 然后你还在这巴唧巴唧巴唧在这 这不招生烦吗 这个这个你说这个女孩呢 傻吗 确实傻啊 确实傻 他犯的问题呢 其实跟我前面讲的一样 就是呢 他对自己的信息传播边界认知不清 对吧 原来想着说 哎 我身边的人啊 挣的都是这么多 对吧 我身边的人都怎么怎么样 因为我也原来也见过这样的小孩 对吧 每天跟我聊天 就是哎呀 周末了啊 就周五了 咱们去日本去买东西吧 对吧 北京上海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到周末 当然疫情之前啊 现在也不行了 疫情之前就是到周末 就是上日本买东西去了 啊 购物流 不贵啊 真的不贵 对吧 你们不要觉得像从北京或者上海出发到日本 转一圈 然后买点东西 呃 住一晚上 吃点东西再回来 这事很贵啊 真的不贵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北京到日本的飞机票来回 大概也就是两三千块 然后呢 你到日本去以后再住个酒店 比如说再住个这个呃 几百块 然后吃点东西 日本吃东西其实没有那么贵 然后在药装店里买一堆东西 对吧 再再替人带两个那个什么代购 你没准还能把这机票钱挣回来 对吧 这这个就是这样的 但是一帮人就跟我们来讲说 哎呀 东墨是不是去日本买东西啊 说这个这个礼拜咱们去日本啊 还是去韩国呀 他他就会跟人讲这个 但是你对于很多其他人来说 你会觉得哎呀 这个好刺耳啊 好刺耳 对吧 怎么能这样呢 啊 怎么可以这样 对吧 包括这前几天那个 呃 叫谁 毕胜客翻车啊 就是毕胜客说这个啊 东西怎么食品过期了 或者什么这个翻车 啊 就是一帮人就在那讲说哎呀 毕胜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吗 啊 毕胜客有什么高档的吗 然后一帮人就说 这吓他人说哎呀 说毕胜客是我们 可能一个月啊 是这个考试考好了 然后家长才能奖励一顿 而且家长都不能跟着吃 只能这个啊 这个学生自己去吃的东西 那真的是穷人家 能够吃到最好的东西了 但他会有这样的差距的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不要让他看到上面的人 对吧 这个他就不会反抗 他不会觉得不平衡 叫不换寡而换不均吗 对吧 你让他看到说啊 你在这儿坑吃别度的干活 对吧 号称是中国有六亿人 对吧 月薪不够一千 但我现在一直觉得这个事有挺怪的 我我不太相信这个事 我觉得比如月薪不够一千美金 我觉得这事是够的啊 是合理的 但你真的说 真的是有这个 六亿人月薪不够一千人民币吗 这个事其实你对于我来说 我也觉得很难理解 因为我身边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对吧 但是你真的 比如说有六亿人 或者有七亿人 月薪不够一千人民币 然后你告诉他说啊 这些人到礼拜六礼拜天就飞到日本去了 然后到那去买了一堆吃了喝了玩了回来 然后再帮人带一个包包 然后还能把去日本的钱挣回来 他怎么讲 他这么讲 这个事他所以他需要隔离 就是啊 这个小姑娘啊 肯定就是他身边原来就是这帮人啊 他就没见过这个民间疾苦 但是他也没见过更富的人 对吧 真正有钱的人他也没见过 他也不知道人家比如说啊 出去有个游艇啊 或者什么参加个party 或者什么这种事 他也没见过 对于他来说可能 能够坐在五星级酒店 这人的下午茶就已经挺好的了啊 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水平啊 像我刚才讲的那种比如周末去日本买东西啊 可能这个小姑娘应该就是这样的生活水平 但是再往上的这个层次他也没见过 对吧 比如说跑到法国去买酒庄啊 啊 这个这个他也没见过 是突然发现这个这个信息被广泛传播了 对吧 现在这个情况到什么情况 第一中金已经说我们把这小孩停职了 哎 我们来讨论这事该怎么办 我们已经把它停职了 第二个整个金融系统开始开会了 说我们要控制一下金融系统的工资了 对吧 这个金融系统的这个高工资 这事是有问题的 这个事现在已经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 现在整个金融系统的人都快恨死他了 说我们拿点工资容易吗 对吧 然后你就给我们搞这个啊 你你就整这套东西 有点有点过分了 对吧 有点过分了 你让我们所有人跟着你一块降工资 对吧 这叫什么事啊 是有这个叫保密新资制这个传统 其实保密新资制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一个事啊 我其实特别讨厌保密新资制 我以前在盛大 我再往前呢 也跟你跟你讲 我说你不能跟别人讲薪水啊 但是呢 没有那么严肃 就是我第一个最最最严肃的跟我讲说 不允许跟大家讨论薪水的公司 就是盛大网络 盛大网络里头有三大铁律啊 就是第一个铁律呢 是这个贪钱啊 你贪了公司的钱 一定会被开除 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大铁律呢 是这个 可能还是做了一些其他的这种损害公司利益的事情 也会被公司开除 然后第三大铁律是什么 就是互相商量工资 就会被公司开除 而且两个人一起开除 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对吧 它是跟贪钱这个事情是搁在一起的 因为游戏公司嘛 你真的是有那个一个月挣好几十万上百万的人 但是也有那个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人 对吧 如果你这个公开了以后呢 大家就没法愉快的坐在一起食堂里边吃包子了 对吧 它是有问题的 它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 真的是叫什么 恶从心头起 那个什么叫恨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一板断拍过去 对吧 这个大家是会有问题的 所以西方国家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 就是让社会分层 你互相看不见 对吧 或者就算你看见了 你看不出来 他是个有钱人 也就完事了 国法院呢 还专门判过一个案例 判过一个案例是什么呢 就是苹果 不是苹果公司的员工 是苹果店的员工 可以互相讨论薪资 那你说为什么呀 这个保密薪资是不是挺好的 刚才讲了半天 为什么美国法院要专门判这个事 说你可以讨论薪资呢 因为他工会 对吧 你工会 你必须要知道别人挣多少钱 我挣多少钱 他才能组织罢工 对吧 才又可以去跟资本家去做劳资谈判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互相讨论薪资 因为苹果原来的规定就是 如果相互之间讨论薪资就开除 就跟原来盛大那规定是一样的 保密薪资制其实是 有它的好处 就是可以让薪资悬殊很大的人 可以心平气和在一起工作 这是保密薪资制的一个好处 但是坏处呢 就是这个劳动者是没法形成合力的 这些劳动者说我们能够一起形成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 能够一起形成一个合力去跟资本家谈判 你一旦做了保密薪资制 这个事就做不了了 这个事做不了 而且容易滋生腐败 一定范围内公开薪资 还是有用的 还是应该有用的 在一定范围内 然后对薪资进行公开进行讨论 特别是官员的工资和资产 还是应该公开的 但是这个事对于咱们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任何意义 就包括房产税 收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收不下来 对吧 你要想收房产税 其实你要干第一件事 你要先搞明白这些房都是谁的 对吧 这些房都是谁的 你敢把它公示出来吗 不敢 对吧 你一旦公示出来以后会动荡的 会社会动荡的 对吧 以前很多人说中国不能反腐 为什么 一旦反腐了以后会社会动荡的 这个事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他的薪资在8万多块钱 这件事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 就是他这个行业 他就该有这种工资 这个咱们一定要认清楚 这个我是极其反对 说给这些人去降薪的 那你说基金 他怎么就可以挣这么多钱 你别人都吃不饱饭了 公务员都降薪了 对吧 你们这帮基金经理怎么能挣这么多钱 但是你们要想一个问题 这家伙手里头过几千万上亿的钱 你让他一个月拿5000块钱 对吧 他手里头每天过好几亿的钱 那这事行吗 这不是开玩笑吗 对吧 他手里头按一个按钮 打个键盘 然后敲个鼠标 好几亿的钱就在手里边就流动了 他一个月工资5000 你信吗 这事 这不是要天下大乱吗 对吧 以前咱们我忘了是哪个小说里 好像也讲的一个故事 就是北京啊 清朝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那个银厂啊 在那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这个银子 那个那个厂房里头 搬银子的啊 搬银锭 然后这些人呢 都是由什么人送去的 都是由这个各个这个贵族啊 王爷家里头人送这个奴隶进去搬银子 为什么呀 就是为了偷银子吗 然后 但是这些人进去以后是要脱光了进去的 不许穿任何衣服 然后这些人怎么办呢 就是进去从小练 从从儿童的时候就开始练 然后把这个银子 夹在这个钢门里头夹出来 然后呢 从小练练这个什么 比如说把这个银锭啊 把鸡蛋啊 把各种东西抹上香油 然后搁在里头 然后待一天不能掉出来 他从小练这个东西 就是你到这个这种情况 就是大家都看着你 光是身子进去 光是身子出来 他还能够这个想出方法 把这银子偷出来呢 对吧 现在你谁监督他呀 这个中金啊 什么这些人谁监督他呀 然后他手里的过几千万上亿的钱 你给他把工资减了 我是绝对不敢干这个事的啊 但是现在呢 咱就只能叫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这个后边肯定会出 更恐怖的事情 会出更恐怖的事情 就是一旦真的把他们的工资减掉了以后 会非常非常下降 叫什么呢 现在跟大家最后讲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大数据恐怖主义 对吧 就是很多很多东西 咱们原来呢 是分散开的 这个数据就在我们身边传 别人也看不着 他没有什么大事 这个信息就是我身边一些小兄弟 小姐妹 小朋友 然后呢 互相点点赞 互相传一传就完事了 不会有什么大事 但是现在有大数据了 有人工智能了 有什么统计分析系统了 对吧 然后呢 当他需要去获得什么信息的时候 这个传播是极其快速 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事不光是中国 全世界都这样 我们就需要去适应说 我们怎么在一个这么恐怖的一个大数据恐怖主义的一个 阴影下去生存 就是大家呢 还是要接受这个培训 就是当你每说一句话的时候 当你每传播一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心里要清楚说这些话到底谁能看到 谁能听到 对吧 就跟那个二舅似的 他现在说我最盼望的就是这个热点赶快过去 对吧 他已经得到了 他不应该得到的这个关注 那么这个事是很危险的 我一直在讲说互联网的核心是流量 互联网的核心是流量 流量就是价值 但是有一个东西叫得不配位啊 对吧 当你得到了 你不应该得到的流量的时候 那个是很恐怖的 对吧 当然是对于我们来说那叫幸福的烦恼 对吧 像我这种天天惦记怎么长粉丝 天天惦记怎么长关注 长播放量的人来说 对吧 可能我也说我也很苦恼 对吧 我的苦恼是哎呀 我怎么能够让多两个人来听呢 我怎么能让多几个人来看呢 这是我的苦恼 对吧 咱们比如说啊 现在是168个人同事在线啊 在看我的视频啊 在看今天这场直播 哎 涨到300人啊 我会很开心的 涨到1000人 我心里就会打鼓 我说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对吧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也遇到过这种事 我我那天早上起来录了条视频 叫什么呢 这个叫 嗯 美国啊 一帮股民把这个阿里告了啊 因为阿里暴跌嘛 然后他美国做集体诉讼了 然后呢 他们把这个马云啊 作为第二被告人啊 列到这个项目里头去了 然后我就把这事早上起来录了条视频给放了 数据平平 结果等到下午的时候呢 杭州马某那事就出来了 然后那个那条数据蹭就上去了 然后我一看哦 这是怎么回事 对吧 给我吓了一跳 所以有的时候呢 他就是这样 就是你机缘巧合 你不知道哪哪哪个地方他就他就爆掉了 哎 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他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比如说哎 我今天啊 突然告诉我 有一万个人在涌进我的直播间 在看我的直播 我会马上把直播关掉 说今天咱们就到这了 我我前面的话都没说 然后我会马上把直播删掉 对吧 这个事太吓人了 这个是一定是出问题了 第二个故事啊 叫大数据恐怖主义啊 这个这个被砸中了 这个是我们啊 可爱的小夫妻啊 晒这个收入的故事啊 这是新鲜热辣的事情